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众市动物福利已经是全球共事 台北市政府鼓励市民 支持动物友善农产品 许多的通路卖场 工艺商与业者餐厅都以声作则 分享使用动物友善食材 制成的美味料理与产品 虽然都是鸡蛋 但实际营养大不相同 主厨红招圣说明 友善饲养母鸡的蛋壳明显较为健康 教导民众如何挑选健康新鲜的鸡蛋 我想我们主要是在推动 下一代的饮食改革 从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一路到这个大学的学生餐厅改造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们这些优秀的大学孩子们 都不了解食物的价值 然后我们的学校 以及社会的观感 还在推动 就是学校里面就是 小个大话就好 这样子的错误的饮食价值观的话 那离开大学以后 下一次有人教我们的孩子吃饭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医生了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认为学校的饮食应该 可以有系统性的 然后有方法论的来去做改变 那因此我们就把政治大学的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实验餐厅 在政治大学的行政大楼 那这个实验餐厅在做的事情 有几个 第一个我们推广 动物福利 土地友善 跟生态永续的食材 我们把它融合在餐点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透过办一些活动 或支持学生办一些活动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食物可以这么的美好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 就是啊 这是很棒的cheese 这是很棒的鸡蛋做出来的料理 透过他们先喜欢这些食物 然后认识到说 这些食物其实背后 有这样子的故事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你看那个很便宜的鸡蛋 用手指头一敲它就破掉了 那个就是在 关在一个A4的笼子里面 养出来的这种笼式的蛋鸡 而你看看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鸡蛋 它的蛋壳如此的坚硬 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说 蛋壳的薄 这个薄萃与硬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在于这是母鸡保护他的孩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盾牌 但如果他的身体不健康 他就没有办法给予他的孩子 很充分的保育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 去让孩子知道说 哦 所以以后我们走去这个超市买鸡蛋 走去加勒福买鸡蛋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不应该为了省这两块钱 省三三块钱 而选择一个母鸡没有办法 生出很好品质的蛋 然后我们吃下去也是 这个体弱多病的这样子的一个 台北市政府宣导动物友善农产品 也鼓励市民支持动物友善消费 邀请响应的通路卖场 供应商与业者餐厅一同来推广 齐心展现尊重动物决心 台北市我们首创全国之先 推动动物友善的福利农产品 今天是一个推动机车会 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在这当中 参与推动的每一位伙伴 以及我们产业局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今天能够正式的对外宣布 我们台北市能够倡议 这个动物友善的农产品 其实病毒的圣雄甘地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的 他说一个国家的道德程度 以及文明程度 是看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北市既然身为首创制度 我们一定要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所以当我们谈到动物保护 宠物友善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多 更进一步 落实在日常的生活 甚至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下一代 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这一次 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企业 餐厅 伙伴 大家一起互相胜趣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能够共同来支持这样的倡议 那另一方面 我们不止创全国之先 我们同样的 在台北市 我们除了今年上半年 我们透过各项宠物友善的政策 捷运专车 国公园等等 以及搭配各项的生命教育 在校园当中开始散播开来 那另一方面 其实很重要 我也在这边正式宣布 从下个学期开始 台北市 我们从国小 国中 高中 都会吃到一次 动物友善的福利蛋 而且 会导物 生命教育 食农教育 让孩子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在台北市 认识到 动物福利 动物友善 目前 台湾生产鸡蛋鸡 也是我们生产鸡蛋的 格子龙母鸡的处境 它们一辈子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面 三到四只母鸡就被塞在 不到A4这张大小的笼子里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说 因为我们要吃廉价的便宜的鸡蛋 所以我们得这样 颤阅母鸡的身形 那这件事情涉及什么 还涉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人类的永续 大家知道 COVID-19现在看起来 好像稍微缓和了一点 但是还有一支病毒 其实一直虎视眈眈 就是禽流感 禽流感一直在变异 它的碱基就H1 H7N9 H5N8 它一直在变 它为什么可以一直变 因为我们把母鸡制造成一个病魔的灾体 我们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维护自己的健康 能够让他们抵抗自己疾病的能力 所以我想就是今天 我觉得市长跟采发局 能够引领一个手 我们成为 真的是台北市是一个领头羊 能够率先举办这场记者会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谢谢 所以我要期许市长 刚刚看到格子龙的这个淡机 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 什么是生命教育 什么是食用教育 所以日本政府其实宣布 他们的所有的会议餐食 必须用飞龙式鸡蛋 所以市长我很期待 我们台北市所有的餐食 因为我本身是动物保护咨询委员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有餐盒 未来这个餐盒能不能够 其实勾引的是飞龙式鸡蛋 其次是我们学同的营养物餐 我也很希望市长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明确的政策 市长一句话绝对可以带动我们其乡下 就是其他城乡的产业的转型 民众支持友善畜牧 可以透过购买友善动物认证标章的产品 用吃的方式来支持重视动物福利的餐饮企业 也鼓励从事畜牧的生产者 转型并优化符合经济动物天性的友善饲养环境 记者温英俊台北报道 疫情之后内需商机爆发 不少行业都面临缺工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多数的企业对于第四季的业绩仍然保守 有近五成的企业认为 景气比去年同期差 却没有冲击到真材的意愿 高达八成七的企业在第四季开缺真材 创下十年来的同期新高 23岁的佩佩 两年前开始在购物平台带货销售 一天开播两小时月休十天 每月平均就有五六万的收入 而原先她在餐饮业攻读长达五年 不仅薪水低甚至确诊还被要求上班 让她决定逃离餐饮业 原本就是在餐饮业大概工作了五年 都是打工这样子 然后其实一直就是以兼职 然后再加上可能晚上就是假日直播 对 但是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觉得说 福利好像越来越差了 就其实几年前刚进餐饮业的时候 好像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有一次就是确诊上班 就是已经前一天跟那个主管先说过 哎 我好像有确诊 然后隔天就是早上确定有验出 就是两条线 然后也有跟主管说 哎 我今天真的确诊不太舒服 然后但是被漠视 就大概硬撑了四个小时 我一直中间一直不断地重复说 哎 我真的不太舒服可以下班吗 然后但是一直被忽视这样 对 直到最后就是真的受不了 然后她才愿意让我下班 对 然后觉得哇 那餐饮业福利既然这么差 那我不如就是认真直播 搞不好还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也比较轻松一点这样 现年25岁的李小姐从高中到大学 都在五星级饭店服务 月收入三万五左右 跳槽到私人会所担任领班 月收入近四万 但入职后发现底薪低 都得靠奖金垫高 让她决定离职 打算重返饭店业 饭店业的薪资结构的话 像是我实领可能三万八 那我的就是加班费年终奖金 都是以三万八去计算 那其实外面有一些餐饮业的话 可能我实领三万八 但是我的底薪是两万五 然后叠叠了一万多块的奖金 那我的加班费或是年终奖金 都是以就是那两万五去做计算 等于我的日薪不到一千元 那如果我是 不管我是在饭店 以公读的身份 还是我用饭店正职的话 怎么算都是比较划算的钱 饭店可以享受免费的福利 就是像是公餐还有住宿优惠 甚至我是待一些 比较大型的国际集团酒店 那我去国外的集团的酒店的话 住宿一样同享那些员工的福利 这加上其实现在外面的餐饮业的 时薪都是开达至少有两百 我观察就是有两百到两百八 这么高的就是Range 那如果我是以公读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平均下一个月 如果认真打工的话 其实四万元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是决定从我过去的那个 私人招待所有工作离职 原本在美妆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的 游小姐负责产品开发设计 文轩制作 工作非常忙碌 但因为公司规模不大 未来调薪或升迁机会不多 让她就算放弃年终 也要辞职 未来计划靠设计专厂来接案 公司就是近期转型 那我们会改变我们目标客户 然后可是公司的人力是没有增加 还有点减少的趋势这样子 就是之前有一个行政小姐 她也是就迟迟 然后所以人力是减少的 然后目标客户有改变 那这样子的话 业务量就会增加蛮多的 对 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想说 以像我那个表姐的方式 她现在是就是跟 算是短期工作人力 然后长期配合 那他们会接很多不同的案子 我觉得在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增加人脉 那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增加人脉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 对 所以原本的公司因为 规模比较小 然后也没有申请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转战这个 使用兼职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增加不同的人脉 然后再来想说 看之后要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这样子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表示 由于第四季接近年底 上班族要等着领年中分红 一直以来都是整年度中 增采意愿较低的时段 但今年一反常态 有高达八成七的企业 开掘增采 创下十年来 第四季增采比例的新高 实施进入到第四季 根据我们人力银行的调查 发现只有一成 不到一成的企业 是看好Q4的景气 有五成以上的企业认为 今年Q4的景气 明显不如以往 那目前呢 在这个职缺数的部分 最缺工的产业 排名第一名的 就是餐饮旅宿业了 接下来是一般服务业 再来是资讯科技业 那探究缺工的原因 我们会发现 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呢 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导致很多企业的 基层能力出现了断层 那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 年轻人的求职意向改变了 他们不太愿意 再做以往正职 朝九晚五 可能要被绑在 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反而宁愿追求 更弹性的工时 多尖几份差 也希望可以达到 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虽然大部分的企业 是看衰第四季的景气 但是还是有 超过八成七的企业 愿意在第四季的时候 开缺真才 这也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他们主要是希望 可以补足之前流失的人力 其次呢 才是公司的例行性真材 以及业务量增加 还有旺季需求等等 至于哪些产业 在来年加薪的可能性最高 调查分析显示 全面调薪占比最高的产业 就是餐饮旅宿业 以及一般服务业 也反映出两个产业 人才难求的现状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胡光三社艺术季 由台湾戏曲学院 六系两团带来七大主题 共计有13场的特色演出 更邀请到国宝级艺师 王金英老师 小米老师 及曹富永老师 参与传承献艺 为艺术季增添异彩 金居学系学生演出 吕布与貂蝉 展现优美身段 与华丽唱腔 歌仔细学系学生 带来甘国宝过台湾 用四句连演唱 呈现闽南语之美 2023胡光三社艺术季 邀请国宝级艺师 王金英老师 小米老师 以及曹富永老师 参与传承献艺 为艺术季增添异彩 这出戏的推出是因为 在民国51年 私立复兴剧校的时候 到国际到美国 走上舞台的第一出戏 这出戏在推出 有它的传承意义 我花了很多时间 利用暑假给学生拍戏 练他们的叩功 练他们的唱 所以希望大家走进剧场 给他们鼓励 因为他们的确是 把这出戏做了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呈现 感觉这出戏 是一个很好的结本 从以前来台湿 来流添到现在 已经有几百年了 但是很多人做 不可能有这个 整本都是四个年 的结本 我们同时给他整理 在这个十天 给他撞做两点整句 很清楚 这个结本 王老师把整理得很好 整本都是四个年 连唱连公园连念 都是四个年 所以他整理得这么完整 所以我把他的心团 也用得很红烦 所以保证好看 湖光山色艺术季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六系两团 带来涵盖传统 新编跨领域的 其大主题 共13场演出 呈现台湾 传统戏曲文化的 多元风貌 也希望学生 能够展现所学 并且得到 国保艺师的真传 让传统戏曲得以延续 怎样把心团 怎样把情绪 怎样把自己够好吃 这很重要 所以说这也是 我和金银老师 还有小米老师 在学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 也很配合他们的精神 王金银老师和小米老师 他们的唱片和伯母 都比较不一样 都是他们特别的唱话 所以我就觉得 这也是有恶到的东西 找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它 就譬如说动作 每个角度你就要去找 然后人物的情感 你要先了解人物 再去捉摸它 要怎么做表演这样 中间的适应期 花了蛮多的时间 可是很高兴 这次可以有机会 参演这次的艺术季 就是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比较顺遂一点 不然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算蛮辛苦的 我们学校是 台湾唯一的戏曲学校 所以我们很强调的传承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几位国宝 还有曹老师这些国宝集的 帮我们做传承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保存 然后这个传承的情况之下 那能够持续请他们继续帮忙 然后帮我们做 整个戏曲的传承 2023湖光三色艺术季 从10月14号 持续到12月3号 票券皆在演出前一个月 开放网络免费索取 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交通局统计都会通 实施三个月的成像 民众平均每个月 使用金额为2400元 扣掉票价1200元 现审一倍的通勤费 使用者的满意度高达97.4% 使用的人数也持续增加 并持续扩大使用范围 都会通1200元月票推出以来 民众平均每个月使用约2400元的通勤价格 扣掉票价现审1200元的通勤费 根据北市公共运输处网路问卷调查 都会通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4% 使用人数持续增加中 我们大概实施满三个月 除了第一个月预售 第六月的时候预售就卖了12万张 那在7月卖了45万张 那在8月卖了49万张 那在9月的部分 因为最后廉价的部分 就是中秋节 那购买人潮比较少 会延到10月去买 大概也卖了40 快将近快45万张 整体大概卖了快150万张的部分 那使用人数已经大概 达1.2亿左右 这个部分我们是用 民众透过定期票 就是我们都会通 他的借期票卡 使用满30天以后 那我们去算出的平均 平均大概是 一张卡大概是2400块 然后相较民众扣掉 他的支付1200以后 大概就是对民众来讲 就是至少平均省1200元 我们有新增16条路线 那这些路线主要是 在第一阶段 因为他是跨市的路线 他有跨到新竹 那在技术上 我们先利用 GPB桃境内的路线先上 那在这个部分 跨境的路线 我们在10月也都上了 那民众可以利用这些路线 搭车去到龙潭 或者是到一些桃源 这些路线我们都可以 但是要特别提醒民众 他假如超过GPB桃的范围的话 他是要收全额的费用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提醒 台北捷运8月日均运量190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日均量163万人次 有所成长 连Ubike租借次数 也较同期成长13% 主要我们分析 我们使用都会通订期票的人 主要大概有50%是用台北捷运 就是捷运的部分大概50% 那有30%大概是用公车 那依据我们捷运的这边的 运量资料来看的话 就今年8月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 也正在增加了百分之快20左右 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都有持续在做一些观察 都会通上线94天 贩售约151.7万张 为持续增加使用人数 也扩大服务范围 扩充16条客运路线 欢迎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减碳同时审核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和台北公车联营管委会 及悠有卡公司规划减碳 月月抽机票的活动 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实现净零排碳的永续环境 加入APP会员 绑定悠有卡 达成双倍公共交通工具 就能计算碳排量 让您维护地球环保的心意可以量化 累计满一公斤减碳量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一次 累计越多资格中奖几率越大 可以抽最大奖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还有丰富奖品 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只要下载悠有富 加入悠有富的会员 绑上你的常用的悠有卡 它就会帮你计算 当月你的这个碳排放减量的这个数字 那只要超过五公斤就可以抽一次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平常呢 优务富会针对各种通路 还有我们定期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相关的这些优惠 比如说加码2%的这样的一个回馈 那有一些通路我们会额外会有一些 叠加上去的一些触动 跟一些行销的一些折扣的一个方案 都会回到优务富的这一块里面来 那所以如果民众可以习惯使用 除了有政策上的一些诱因之外 也有额外的一些优惠的这个回馈措施 另外也特别鼓励内科企业员工 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 加码企业抽奖资格 其实我们大概主要是针对整个企业 在员工通勤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鼓励尽量多使用大众运输 所以我们规划了跟交通局这样有一个合作案 那主要是针对在双北地区大升大众运输系统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减碳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市政府对于内科的交通上面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促进民众使用 或内科居民能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在内科上面我们又额外再多加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变成内科的居民 他可以参加双北的 也可以参加内科的 他可以两边都参加 那这个是对内科的居住的民众或员工 有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鼓励大众运输的一个活动 活动10月开炮一直到年底 三个月期间每个月都会抽出豪力 机会颇大 欢迎民众多多参加 也为精灵碳排地球环保尽一分心力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根据卫福部资料 台湾新确诊乳癌女性患者 有高达三成年龄不到50岁 显示乳癌发生的年纪有下降趋势 眼睛就是开始觉得有异物 然后就是去那个眼科检查 可是看了很多次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现年48岁的林女士 十多年前确诊乳癌 开刀切除并接受辅助化疗及放射治疗 持续10年服用抗磁激素剂 成功停药不需追踪 没想到两年前发现右眼异常旧医 竟是罕见的乳癌复发 眼睛那边就怪怪的 那那个时候眼睛其实大概就不太能动了 就是右眼 右眼了 然后就想说那时候这样 不 这样好啊 这样好啊 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 对啊 然后就是去脏肌 去总院那边去检查 然后就是化验之后才发现 哇 乳癌 根据卫福部109年资料 一万七千多名台湾新确诊女性乳癌患者中 不到50岁的年轻个案就高达三成 显示乳癌发生年纪有下谈趋势 而每四名患者就有一名 在治疗五到十年后复发或转移 基因检测已是癌症治疗的必要过程 年轻乳癌它的这个疾病有什么特别的 跟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乳癌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第一个 百分之七十percent的 它都是荷尔蒙受体为阳性的这个病患 然后再者呢 它的肿瘤恶性度会稍微比较高一些 然后它的这个诊断 开始诊断是晚期的比例也比较高 那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它比较不容易诊断 因为年纪轻的女生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有些时候会常常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健康 再来就是死亡率小度就会比较高一些 乳癌其实有分不同的形别 端看说我们这个细胞受体上面的一些分布 还有刺激产生的一些 这个所谓讯息传递的一些这个不同 而分成不同的形别 那就有包含了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 它占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绝大部分的这个乳癌的族群 那再者呢 还有荷尔蒙阳性 荷兔阳性 或者是荷尔蒙阴性 荷兔阴性的 荷兔阳性的 还有所谓的三阴性乳癌 它有不同的分性 那常常我在跟我的病人讲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简单的讲是说 人都叫人 人类 但是呢 有黑人白人黄中人 每一种人 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文化都不同 基因也不同 所以其实乳癌也是这样 乳癌是一个大的一个同称 但是下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次分性 那其中每四个人 有可能是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复发或转移 好 那所以高发生率的这种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注意这样的状况 而且呢 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五年之后 会有一些复发或转移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药物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这个支持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 不是说我今天有到乳癌 我是不是现在就要立刻 马上去做一个很贵的基因检测 其实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看自己 是不是荷尔蒙阳性 荷兔阴性复发 或是转移的乳癌病 那或者是说呢 是有癌症基因的这个家族史 好 这个非常重要 再者就是 如果是早期乳癌的患者呢 你的肿瘤大小是一到五公分 那零八节转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那这时候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基因检测 去了解到说 我的基因是不是带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 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病友 要先了解你的治疗计划 因为现在的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 我还记得大概我在八年前确诊的时候 同样有社团的年轻乳癌病有跟我说 医师说他已经就是转移到全身 像刚刚分享的就是骨头都是这样 然后医师说可是那个时候可能适合他的只有化疗 就没有别的药物 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有许多新的药物的发生 就是在这些新的药物的帮助下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更精准的治疗 甚至是基因的检测 了解你的亚新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质 这个对病友来说真的帮助很大 我们乳癌的治疗 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但是这一个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是复发转移的恐惧的压力 会陪伴病友一辈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这个一辈子的心理健康呢 我们要就是持续的服药跟回症 然后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记得跟你的主治医师沟通 然后积极治疗不要拖延 因为好的早期治疗早期发泄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效果 高发生率的乳癌一直是女性健康的低隐忧 但面对乳癌我们可以不用恐惧 现在也有更精准更多元的治疗方式 透过口服药物的治疗 我们可以延缓疾病的恶化 更可以让我们活得更美更好 适逢国际乳癌防治月 金奖主持人Lulu 黄璐 紫英 受邀拍摄乳癌胃教影片 鼓励癌友积极面对疾病 主动认识治疗方针 即使转移复发也不要恐惧灰心 其实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放弃你 但只有你自己不能放弃你自己 然后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口服药物 然后呢就透过基因检测也可以找到 你是属于哪一型哪一型 就是我们做了对症下药嘛 然后呢就是分门别类 你适合这一型就去这一型的去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就是 我已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方式了 然后医学一直进步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不知道 为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如果真的面临到这样子的一天 先不要紧张 我们会害怕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症太多的未知了 我们因为未知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未知处理到变成 我好像了解了 我大概有一点点了解 我就可能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她 面对她这样子 卫福部国健署提供45岁至70岁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房筛检 如有家族史 可提前自40岁开始 呼吁女性朋友积极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效果也越好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为了要推广年轻朋友 欣赏表演艺术活动 推出了你看戏 我买单的青年限定专属展演场次 涉及在台北市的18到21岁青年 都可以用台北通APP 登记抽签取得免费入场票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着三道猴子 一起跳舞活力十足 同时推广青年进剧场看艺术活动 蒋万安笑说自己是即兴演出 借着这次宣布响应文化部成年礼经政策 让北市青年免费看表演 我觉得你可以增加一些文化涵养啊 B 那太难了 不会啊 你可以多看一些表演艺术啊 在台北就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啊 像是最近有两个国外的团体 有七手指特技剧场即将带来的 Bass and Jazz Bass and Jazz 还有英巴尔本海姆即将要演出的 Blee Blee 还有还有两个国内的团体 有很会说故事的 故事工厂带来的倒数婚姻啊 倒数婚姻 现在有一个很棒的专案 叫做你看戏我买单啊 免费看戏这么棒 该不会是诈骗集团耶 他有一些条件跟规定啊 等我查到了我再告诉你啊 B B B 我想起来那出音乐剧的名字了啊 剧名是 海角七号音乐剧 其实我要先谢谢 全民大剧团 这个迷你音乐剧 让我有机会噶一脚 虽然说 这是第一次 能够边唱边跳 但是 我觉得各在其中 非常的 不一样 很兴奋 那同时我也要谢谢 故事工厂 在去年 让我参与了 我们娱乐的距离 其中噶了一脚 那也是我第一次 站上我家戏剧院 然后呢 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所以我才了解到其实 戏剧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特别要站上舞台 面对这么多观众 事前很多的排练演练 更不用讲 其实整个剧团背后 还有很多包括 写剧本 包括灯光 这个影响 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团队 以及未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产业能复活发展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才刚刚从韩国首尔回来 这一次去首尔 我特别去看了首尔大学路 剧场一条街 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之前我就有听说 大学路这一条街上面都是很多的剧场 大大小小 但事实上它不是一条街而已 它是整个区块 我去了以后非常的惊艳 他们主要的负责呢 带着我 帮我这样介绍 光是这个小小这个区 也不叫小小一区啦 他说我们当天晚上去看 大概只是他们的小小一部分 就有两百多家 大中小型的剧场 而他跟我介绍 不是有话剧 有音乐剧 最让我好奇的 我不断问他 为什么韩国有这么多人 喜爱走进剧场 去看这些表演 他反而觉得我问这个问题 很特别 难道在台湾 你们没有这么多人喜欢去看剧吗 而且他们百分之九十八 看剧的都是女性 这也是非常非常 令我感到惊讶 而且他也跟我讲 他们相关的整个产业 是非常的成熟 不只是刚刚谈到的 编剧 写故事 表演者 背后的音效 音乐 灯光 包括整个售票的平台 以及他们怎么样去跟国外 谈授权 以及授权了以后怎么样改编 而且甚至做得更好 他说他们改编以后 在韩国首尔表演 很多原创的这些创作家 邀请他们到海外去表演 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借进跟学习 也因此我们文化局特别推出你看戏我买单 针对年轻朋友18到21岁 设计在台北市 透过我们的台北通APP就可以登录筹签 我们提供了3000个座位 在11月份有四档戏 非常精彩 就是希望慢慢培养年轻朋友 能够有机会去体验到剧场去看戏 同时爱上我们的戏剧 我们也要给这些辛苦 从事相关戏剧产业的伙伴跟朋友 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我想我们需要 像韩国首尔他们这样子 政府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跟支持的力量 配合民间的企业 以及结合我们这些优秀的创作者 表演工作者 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台北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猴子有三道 土地 土酒 豆笨手 柯柯 四档节目切合青年族群 期盼让青年朋友走进剧场 清零剧场感受丰沛的表演艺术能量 另外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和台北市立国乐团 共推出29档演出活动 开放成年礼金五折优惠 希望喜欢艺文的年轻朋友 能够享受艺术的美好 从而支持艺文产业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举办台北美食月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透过网路人气票选与美食专家实地评选下 有传统火锅 也有融入创意的异果风味锅物 各具特色 非常好吃的台湾鲜牛肉 都是新鲜的牛肉片 鲜嫩的台湾牛肉放进锅里算一下就熟了 还有彰化西湖来的三层牛肉 业者主打的就是国产的新鲜食材 完全用台湾的牛肉 都是从台南那边过来的鲜牛肉来做处理 然后羊肉也是完全是台湾西湖 彰化西湖的羊肉 然后屏东信工的猪肉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沾酱 不管是沙茶酱或者是酱油 都是自己完全自己熬煮 强调一个人就能享用的麻辣锅 正宗川味先炒后蒜的火焰锅 加上九宫阁火锅料超级吸睛 这是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个独家设计的九宫阁品牌 九宫阁里面的食材 像是炸酥肉啊麻辣牛还有我们的老鲁牛筋 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搭配川味麻辣锅的食材 那跟一般的蒜蒜锅一个菜一个肉的形式不太一样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是更多元然后更缤纷 还有突破传统火锅做法 中期融合让消费者宛如在法式餐厅用餐 希望提供消费者更尊隆的感觉 甚至还让松露露菜 因为我们想要颠覆一般就是火锅的既定印象 很多人以为就是可能火锅是比较属于台式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把它融合为就是又很一式感那种 对所以我们在食材上面的搭配呢 也会用一些黑松露白松露去搭配肉 去做出一个很新颖的吃法 这是台北美食院活动首次以锅物为主题 邀集台北市火锅店家参与 在7月先举办网路人气票选活动 选出饗宴锅物组及经典锅物组各前10名的店家 再由美食专家实地评测选出各组前5名 参与评测的美食评论家胡天南强调 除了食材新鲜汤底丰富外 店家的自制沾酱更让他惊艳 只说这就是台北的味道 可能你常常吃火锅人会觉得熬煮也没有什么稀奇 但是每一家的熬煮的酱油用什么样的酱油 是那种什么样大豆那样的黄豆那样的 甚至于它的煮的时间煮的浓度淡度 这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食材沾到那个沾量的口感 所以我想这就是台北味道 本身是火锅控平均一周至少要吃三次火锅的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希望 台北美食院能让所有美食都能有被看见的机会 因此第一年特别选择火锅作为主题 在进入秋冬之际推荐国人来台北吃好锅 因为台湾人很爱吃锅 台北市又是火锅店非常密集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今年在第一年的主题的活动当中 我们就选择以火锅当作我们的主题 那刚好十月又是秋天开始微凉的季节 冷冷的天吃一个暖暖的锅 我想都是大家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也分享自己喜爱的火锅种类 她认为这就是台北市平民美食的一部分 这也是台北市面向国际最讨喜的明信片 因为在台北想吃什么锅都找得到 其实所以我觉得各种锅我都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台北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透过锅我觉得也是让大家 想到很多过去的回忆 也看现在整个锅物呢整个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 所以美食真的就是台北市面对国际很重要的明片 尤其锅物我现在在台北市你想吃什么锅 在台北市都找得到 主办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长高正元表示 台北每10月期间还有消费发票登录活动 民众前往这60家合作火锅店家消费 就有机会抽到20万元的吃锅美食金 另外8家便利支付及美食平台 并整合旗下火锅店家提供超过150万元的消费回馈方案 欢迎吃锅控千万别错过 到台北找到您心目中的心头好锅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陈瑜 许孝顺夫妇 以及三千公主委 特地到基隆中山区 为当地的长辈们办理议检活动 议长童子委 以及市议员施伟正表示感动及感谢 在专业美法设计师的细心修剪下 长辈们带着放心又开心的笑容 接受益检的服务 这是由台北大屯山福伦社 特地到位在基隆中山区的三千公 为当地长者们办理益检的活动 其实是附唱夫随 因为台北大屯山福伦社长陈瑜 Kina在夫婿也是知名艺人 更身兼基隆市文化观光 咨询委员会主委的许孝顺 和三千公主委林国昌协助下 带着福伦社友们 特地邀请热爱公益的 好男人李隆院团队 到基隆中山区的三千公 为当地长者们办理议检 也受到应邀出席参加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和市议员施委证的感动及感谢 因为我们每年福伦社都会有一个服务计划案 因为我原本就是学 那个发型美容设计的 所以才想说 透过这一个所谓的技术 所以号召了设计师 跟我们福伦社做结合 才会有这次的活动形成 这样子 那为什么下面学在基隆在里面 因为刚好我的丈夫 许孝顺先生 对 尊卷 才会有这次的 对 长者议检活动 其实我们基隆是一个可爱 又很有爱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样的 青年裁军 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议长 这么挺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感谢三千公 让我们可以在中山区 然后在这个这么漂亮的港区 看到这么样的美景 然后发挥这么样淋漓尽致的爱 谢谢我们议长 真的真的 也帮我们加冕两句 加冕两句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顺哥 他虽然是我兄弟 但是我们落差大概有二十岁 我小时候都看他铁丝玉林董长大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顺哥 带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志愿来 因为他的太太也是我们 很优秀的设计师 能够把自己的专场带来我们西安山城 来服务我们的长辈 服务我们的弱势好朋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意举 那当然也特别谢谢顺哥的好朋友 林郭昌董事长 也特别提供我们这样的场地 那我想让大家可以看见基隆的美 然后让基隆的这个友善移居的城市 可以展现出来 我想非常的感动 那因为顺哥是我们基隆 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观光资源 希望顺哥可以长长回来 我用资源来形容他 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他的能量我想可以带给基隆 能见度可以更高 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美景 看到我们的爱情 希望我们顺哥可以长长回来 好 为了基隆我们一起努力 好 一起努力 谢谢 本身是专业时尚彩妆师出身的 大屯山扶仁社长陈瑜 以家人乱乱行步另外一个角色 和基隆的老公许孝顺 回到家乡办理意见 回馈相亲 也希望鼓励长者们勇于走出家门 重拾自信 好好爱自己 再带你来看昨天一早 一辆货车仪式门没有关好 结果好几百箱的啤酒 通通掉了出来 堆得如一座小山 市府第一时间是成立了 紧急应变小组 加派警力疏导 同时也请客运业者 从国家星辰加发临时区间车 疏解通勤人潮 大马路上出现满地的啤酒罐 还堆成一座小山 但一旁的车辆完全不能动 一旁公车站的通勤族 就快要迟到 我有提早出 就是公车还在塞 还在塞 很久 上学迟到了吗 那怎么办 现在过不去了 迟迟等不到公车 家长牵着孩子往前跑 希望能够避开回堵的车潮 1号356点多 基隆安乐区基金一路上 一辆满载上万瓶啤酒的货车 一次车门没关好 一个弯道 好几百箱的啤酒 就隐身掉了下来 造成交通打劫 这一辆满车 那是蒙派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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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是我们不能去帮他行李 就是厂商他们是要 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对 那我们这边应该就是 还是会有提打派弹的工作 远景赶到现场协助交通管制 先控出内车车道 稍微缓解车潮 本辖接近一路 发生这个货运车载运物品喔 因为行经弯道 疑似车门没有关妥 早自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喔 那我们警方货报之后 也立即派员到场加强交通疏导 另外也对这个驾驶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署罚条例 第30条喔 除这个新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罚还 我翻车塞了差不多50分之1小时 才到这边 好像你们有加强输运吗 还是说 这部分就是车子全部塞在路中间 原来驾驶从新竹送货到基隆 但仪式车门没关好 让啤酒全都掉出来 正值上班时间 基隆安乐区交通大打劫 市任府紧急成立应变小组 通知客运业者 从国家新城 加派驱间车因应 整体事故直到上午10点 才清理完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另外有一辆新二分队的消防车 在倒车入库时疑似操作不慎 撞上路旁的后置感 还好车上的人员没有受伤 一辆消防车横在路中央 左前轮卡在路灯上 一动也不动 左侧夜版遭到挤压 严重变形 消防队员拿出三角锥 引导其他车辆通过 事发在1号中午11点半 消防局先而分队一辆消防车 准备倒车入库 驾驶一次没控制好 左前轮和路灯杆发生差状 因为轮胎已经变形 无法正常移动 只能通知厂商前来处理 其实当时就是 我们这边车挡住 那很怕影响交通 所以我们的操作 我们希望赶快把它停回去 所以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仓促一点 那油门刹车 其实它掌控不是很好 那这边路面 其实是有一点斜坡的 对那我们车头拉过来的时候 它就是往前滑了这样子 由于新二路车流量大 消防队又刚好在新二路上 每次队员出勤返回队上 很担心车辆到车入库 会影响到后方车流 相对队员反应时间很短 也容易发生意外 那我们其实之前是有想说 看可不可以在前面那边 那一美那边可以再设个灯号 如果没有出勤的时候 对控管 或者是我们的车车可以控管车流 让这边的操作比较顺畅 然后不会因为很仓促 要怕影响到交通 然后硬车的时候 造成这样的失误这样子 还好就是这一次 是撞到这个耗资灯 不是撞到民众这样子 那我们的驾驶目前是没有受伤 对对对 那我们详细的状况 就可能要看一下我们车子 是不是性能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好在这起意外 消防驾驶没有受伤 也没有波及到路人 新二路车流量大 如何让消防车进出更安全 消安单位还要再研究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市议员们都很关心 这个基隆市公车年年亏损 现在又有1200跟288月票等服务措施 恐怕会加大公车处的亏损 市长谢国良在议会时强调 希望透过外部专家学者的评估规划 希望争取市公车的票价 调涨一块钱 基隆市公车年年亏损 市议员很担心 市公车一段票的票价成本 似乎可能要45块钱 现在又有1200跟288月票等服务新措施 恐怕加大公车处的亏损 从1200开始到288月票开始之后 我敢说基隆市的市公车 营运只会更困难 亏损只会更严重 这件事情要麻烦交通处处长 也帮忙多注意 这个公文都是市府直接回应的 当时我们在询问1200上线之后 是否会影响我们市公车的乘车率 那时候交通处回复是说 预计会成长18% 那目前也大概已经成长5到10%的人数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是 市公车因为长期我们一段票的成本不明 似乎是45块 但没有公开在议会报告过 所以等同于是说 市公车长期拿不到足额的亏损补贴 情况底下我连收全票都会亏损 所以只要1200跟288 288造成的状况是 这次公路总局的评估是会成长5% 但我相信这个数字会更多 如果亏损补贴这一块 足额的亏损补贴中央没有要给 那市公车的亏损只会更严重 也有市议员认为市公车车费计价方式要调整 对于搭市公车的民众会更好 我们现在仍然是起气战分段收费 那我们能不能够改成战术的收费 也就是说你做超过几战要刷第二次卡 这样子的计费方式 因为以这样来算的话 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去算出 我们公车实际上行驶里程数 以及它的实际的收益率 而市公车没有调涨票价继续亏损的情况下 是否要民营化 市议员也不同掉 每年都在检讨 张通龙市长任内 亏损的金额到八千多万 我们都一直要求提出改善改善改善 到了林又昌 亏损到了增加一亿 不是林又昌做的不好 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管控 福利越做越好 那根据目前全台湾也只有嘉余跟基隆 是政府在经营 那亏损的问题 每年检讨 洞是越检讨洞越大 现在累积亏损高达十七亿 那你的总预算 这一年也这两百通用而已 这样的亏损能够不正式吗 一改再改 结果洞越洞越大 我个人还是觉得长期 还是要朝向民营化去经营 那我希望谢国良市长任内 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具体的民营化的可行性评估 民营化的话 这些四名好朋友 可能就自己家里面要被自己有车 不然那个三七的话要走出来 大概要走半天 差不多 所以这个也是说 为什么公车处我一向主张 跟我们本会的同仁看我不同 这些一民营化的话 一些路线比较好的 他才跑 民营的话才跑 那一些三七的大甘林 我们马西马东马南 义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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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还是跟我们交通处在讲 就是说 就是 就公布了吧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只是民意的代行者 如果民意想要知道 有什么样子的政策 民众也应该知道 但是大家面对 不能既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所以我们是很赞成 由外部委外来做一些公车营运的 不管是总体检验也好 规划也好 等等 就是让外部 因为公车柱每天都已经很忙了 所以我是也倾向透过外部 顾问案尾办案的方式 找一些专家学者 来替我们公车做个诊断 然后把我们的成本也公布出来 然后有必要的话 争取一块钱左右的这个 调涨公车的这个车费 看看是否可行 未来我们一起来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爪订阅 也飞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